对于鼠蛇的朋友们来说,2024年无疑是个充满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份。咱们今天就聊聊,这一年里,尤其是下半年,鼠蛇人将会遇到哪些不容忽视的重要时刻。在这波动与变化的时期中,鼠蛇人的生活领域预计将迎来新的变化和机遇。 而且哦,他们的命宫中出现了即兴天喜,这可是代表着喜事连连的好兆头。那就一起深入探讨一下,2024年将会给鼠蛇的人带来哪些具体的变化和机遇吧。 首先,咱们来说说工作方面。鼠蛇的朋友们在工作上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,特别是年初的时候,可能有些项目会比预期的要复杂,或者是团队之间的沟通不太顺畅。 但别担心,随着时间的推移,尤其是到了下半年,情况会有所好转。 即兴天喜的出现,意味着你们可能会迎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好消息,比如项目的成功,职位的晋升,或者是得到了心仪的工作机会。 这时候,我的建议是保持耐心,继续努力,好运自然会来。 鼠蛇的朋友们在2024年的上半年,可能会感到压力山大,这期间,你们可能会面临一些棘手的项目,或是需要处理复杂的工作关系。 这时候,重要的是保持耐心和持续的努力,因为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 鼠蛇的朋友们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知识,为未来的机遇做好准备。 鼠蛇的朋友们在职场上,广泛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,这将在关键时刻为你打开新的大门。 鼠蛇的朋友们面对挑战时保持积极的态度,这不仅能帮助你更好的解决问题,也会让你在职场上更受欢迎。 对于鼠蛇的人而言,2024年在职场上的挑战,主要来自于新的工作环境和责任,可能会有新的项目分配给你,或者是需要你担任更重要的角色。 面对这些挑战,我的建议是保持开放的心态,积极学习新知识和技能。 同时,不要害怕寻求同事和上司的帮助,团队合作,往往能够帮助你更快地适应和克服困难。 然后,聊聊感情生活。 在感情方面,鼠蛇的人2024年也将迎来不小的变化。 如果你现在还是单身,那么下半年特别是有可能遇到让你心动的人,即星天喜的照耀,会为你的爱情之路增添不少光彩。 但记住,建立一段稳定关系需要时间和耐心,不要急于求成。 对于那些已经有伴侣的鼠蛇人来说,你们的关系可能会进一步加深,可能会有结婚或者添丁的喜讯哦。 鼠蛇的人,无论是寻找新的爱情,还是维护现有的关系,真诚的沟通都是关键。 鼠蛇的人与伴侣一起成长,共同克服生活中的困难,这将使你们的关系更加牢固。 鼠蛇的人不论单身还是友伴,都要学会珍惜眼前人,享受当下的每一刻。 2024年对鼠蛇人的感情生活而言,是充满希望的一年。 单身的朋友,可能会在不经意间遇到那个对的人,而这段新的关系,很可能会给你带来前所未有的幸福。 对于已经在一段关系中的鼠蛇人来说,这一年是深化感情的好时机,共同经历的困难和挑战,将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加坚固。 财运方面怎么样呢? 关于财运,2024年对鼠蛇的人来说,总体上是比较乐观的。 特别是那些一直在积极寻求投资机会的朋友,下半年可能会发现一些不错的机会。 但是呢,记得在做决定之前要做好充分的调研,毕竟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。 即兴天喜的存在,预示着你可能会从一些意外的渠道获得收益,比如说彩票,继承或者是礼物等等。 2024年的财务状况整体向好。 鼠蛇的人在做出投资决定之前,一定要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,避免冲动形势。 鼠蛇的人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,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可以帮你分散风险。 鼠蛇的人在追求财务增长的同时,也不要忘了储蓄的重要性,它是你在面对未来不确定性时的安全店。 鼠蛇的人要设定清晰的职业目标,积极参加相关培训和学习,提升自己的竞争力。 鼠蛇的人要保持开放和诚实的沟通,无论是寻找新的伴侣还是维护现有的关系,都要真诚对待。 鼠蛇的人要制定合理的财务计划,包括储蓄,投资和消费,确保财务的稳定增长。 鼠蛇的人要坚持规律的运动,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,确保身心健康。 在健康方面,鼠蛇的人在2024年需要特别注意。 虽然大部分时间你的健康状况都还不错,但由于工作压力或者是生活中的一些波动,可能会让你感到精神紧张,有时候也会有些疲劳。 所以啊,我的建议是,一定要注意调节自己的生活节奏,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,同时也不妨尝试一些放松身心的活动,比如瑜伽、冥想等等。 鼠蛇的人要定期进行适度的体育锻炼,不仅可以增强体质,还能有效缓解压力。 鼠蛇的人要注意饮食均衡,多吃蔬果,少吃油腻和高热量的食物。 鼠蛇的人要保证充足的睡眠,这对于身心健康至关重要。 总的来说,2024年对鼠蛇的朋友们而言,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的一年。 记得哦,无论遇到什么困难,都要保持乐观的心态,因为你们的命宫中有吉星天喜的陪伴,总会有不少值得开心和庆祝的事情发生。 把握好每一个机会,勇敢地面对每一个挑战。 相信鼠蛇的你们会在这一年里收获满满,希望这篇文章能为你们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,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。 记得要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,好好规划自己的每一步,美好的事情自然会发生。 让除了事业、感情、财富和健康这四个方面外,吉星天喜对鼠蛇人在2024年的影响,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。 一个人成长与学习,吉星天喜的出现,为鼠蛇人在个人成长和学习上带来了极大的注意。 它激发了他们对新知识的渴求和对自我提升的追求。 在这一年里,鼠蛇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对某个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或是决定追求进一步的教育和培训。 这不仅有助于他们在职场上脱颖而出,也丰富了他们的内心世界,让他们成为更加全面发展的个体。 而社交与人际圈扩展,天喜星的积极能量,也将在鼠蛇人的社交生活中显现出来。 这一年,他们会遇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,拓展自己的人脉圈。 无论是通过线上还是线下的社交活动,鼠蛇人都能轻松吸引他人的注意,建立其有价值的人际关系。 这些新的联系,不仅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乐趣和支持,也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,成为他们成功道路上的关键。 三创意与灵感 对于从事创意工作的鼠蛇人来说,吉星天喜特别有利于创意思维和灵感的爆发。 这一年里,他们的思维会变得异常活跃,能够轻易地捕捉到灵感的火花,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创作和项目。 无论是艺术、设计、写作还是其他任何需要创意的领域,鼠蛇人都有望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作品,得到业内的认可和赞赏。 综上所述,除了事业、感情、财富和健康之外,个人成长与学习、社交与人脉圈扩展,以及创意与灵感,也是吉星天喜为鼠蛇人带来的重要福祉。 在这样一个充满机遇的年份里,鼠蛇人应当充分利用天喜星的正面影响,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,让2024年成为自己人生中的一个美好篇章。